大家好,我是迷之声,欢迎来到Lulundare第44届游戏制作比赛 Your life is currency,生命是货币或者生命是现金 这个主题的48小时组的优秀作品选 老实说,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担心 因为之前不就是必须做出牺牲嘛 然后很多就用你的生命是弹药,你的生命是什么之类的来做嘛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次的主题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啊,不管了,我们还是来随便看几个游戏,来开始吧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Moneyback,钱袋子 左右移动,C键跳跃,回车键开始,删 上面显示的是我们的价值 你,你是一袋钱为什么弹性这么好 我能逃出去吗 这是逃出去了吗 我的钱已经 哦,这太难了吧 我觉得 这不行啊 哦 真的是这样 什么 我感觉自己都快哭了 我已经快要穷光了大家 可是 这个钱袋子变小了 也没见我跳得更高呀,对不对 最远距离1576 啊,是一个 是一个竞速游戏 我不是竞速 是一个 距离游戏 然后 这种位置呢 就几乎很难 而且这里呢 是需要大量的动量 才可以跳到上面去的 所以呢 基本上 这里是一个难关可以说 这个太难掌握了 又没有终极点 可以 好的 硬核一点 没什么不好的吧 啊 糟糕 这 这已经是最后了 我出来了 大家 啊 外面估计是没有做了 顶多是有一个门口 对吧 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了 我应该已经把这个游戏给打 我觉得应该再加入点 不是 这个Flash游戏里面 这类还挺多的吧 就是 逃亡 然后看能逃多远 对吧 他如果这个要素再多一点的话 而且 这个纯粹就是 现今式生命嘛 对不对 这个就没有那种 怎么说呢 没有那种刺激的感觉 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Kate Long Ring Fever Dream 凯特的花花 发烧梦 你是一朵美丽的花 啊 人们都很想要 你需要金币来水 所以呢 你会长出一些小花 小枝条 自己切掉它们 啊 是这样的吗 这么凶残吗 啊 这样的话 切哪一个 啊 不 是要你涨哪一个 对吧 涨了之后再把它切掉 啊 还没涨完 所以呢 这个钱比较少 下面是这个价格 就好像在炒股 再看这个价格是多少一样 啊 这是完美的时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卖的就比较好 对吧 红花比较赚钱 贬值了 这是什么 红色 啊 是这样一个游戏 这样的话 老实说 感觉 做成 哦 上下可以移动呢 请求浇水 啊 它 我觉得作为手游来说的话 还是蛮无脑的一个 就是说 可以做成一个很无脑的手游类型 上 为什么有 天猫吧 哦 水不够 我傻了 我傻 我傻 是我傻 浇水需要十块钱 所以你如果 水不够的话呢 就会完蛋 我之前都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 这楼花不行啊 对吧 可能它这个 花开的更高的话 这个需求的水分也会增加 不知道有没有需求增加这一点 不过无妨了 怎么这么走鞘的吗 紫花 确实比较快了吧 我觉得 我们待会儿多赚一点钱 然后直接一路开花完 看看它总共多少种颜色 速度有多快就行了 就不要多管了 哎 你这个市场 你这个要崩盘的好吗 啊 大家都要紫花 没人再要红花和黄花 这太不真实了 可能已经有人工的紫花 人工的黄花和红花出现了 悲哀 真是太悲哀了 真是太悲哀了 好 是长高的时刻了 好像已经没有新要素了 好吧 你看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确实是变快了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打下去了 这样的话倒是把自己的这个哦 他居然支持滚轮 作为一个做成手游样式的游戏来说 这还是挺内啥的 我至今没有收割失败了 所以红黄花这个究竟有什么意义啊 应该就是机智没做好 好 那么我们等一个花 就是等它错过绽放的时机 看看会怎么样 为什么这个会递水啊 哦 因为有花 所以对老了 因为就是你种的花越多 消的水越多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不开这么多花的话 消耗会变少 对哦 这还怎么说呢 好吧 那么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Dint 方向键移动 好像说是没做声音啊 我还以为格子似的呢 如果你能读到这行字 你已经死了 我能刷下去吗 可以 我要给它配音像吗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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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 走路的声音 死亡不是终结 来我的酒吧吧 哎 啊 我还以为掉下去了呢 走走走走走 好 啊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物品啊 这边就是Dint 啊 这也太菜了 我就是为了做一下死亡音响 空 我捡不到钥匙了 你能帮忙吗 好 欢迎来到死亡不是终结啊 Dint的缩写对吧 啊 这是我的酒吧 啊 你把我的钥匙带来了 谢谢 还没死很久吗 你为什么不帮我个忙呢 我会给你好东西作为回报的 你去把外面那一个蓝色的新拿过来吧 啊 这个羽毛你可以拿起来 好 有了羽毛 按Z键可以跳 为什么跳的时候表情猙獰 啊 做到了 而且呢 你还剩几个心跳 哦 我带你过来是有原因的 有了这个心呢 你可以去回到活人的世界 但是只能有很短的时间 我知道你留了事情在那边未完成之事啊 所以呢 你走到传送门那边 打通地牢就可以了 啊 你可以用你的这个心跳呢 作为你的货币 啊 会减少你的这个HP上限 但是可以帮助你 就像羽毛一样对吧 呃 可是他们并不是必须的 这是你的选择 离开酒吧之后 你的心就开始跳动了 你没有多少时间了对吧 这是什么 什么都不用 啊 辣椒是做什么用呢 这个能跳我知道 辣椒是什么呢 我要看看辣椒是什么 跳的话就只有五秒钟 哦 哦 哦 还是不知道辣椒是什么作用 等一波 哦 好 这个 哎 他这个伸得很远 就很难 那我 我用这个来试试 诶 我刚刚好像又取消了 哦 可以每一关换呐 那还可以啊 那这一关甚至有可能是 不用 对吧 有可能的 因为 因为 因为感觉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的时间正好卡的很准 几乎没有办法 哦 不对啊 不 毛还是不行 毛还是不行 哦 可以的 然后这明显就是一个不能使用飞的 对吧 按X键回到这里 哦 这样的话 但是 我觉得这个辣椒肯定是以后用得到 可以用来打怪什么的 对吧 好 可能是活棉 哦 需要钥匙 这里用飞更好吧 对不对 用跳更好 哎 我觉得这个作为解谜来说还是OK的 哎 我的跳呢 我的跳呢 感觉这个手感还是有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 一般的这种就是跳跃类游戏呢 它会让你有一个就是说你跳在空中的时候 并不能全都碰到的啊 于是呢 我瘫倒了之后 我就活了过来 只剩下几次心跳 但这几次心跳已经够了 我最后说出了一句 我爱你呀 那么 在死亡物事终结和你再见吧 死后的酒吧再见吧 你为什么不说一句 我们会再见面的 那要更好吗 对不对 你光说你爱他 人家听了之后 你就 呃 死掉了 这个 好吧 你这只是满足了你自己的内心吗 没有考虑到别人的心情 啊 这个游戏本身呢 还是OK的啊 没有声音确实有点那个 好 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Lifestock Exchange 生命股票交易 医生 有多糟糕 呃 我就不对你撒谎了 你要死了 哦 很快 非常快 而且会很痛苦 非常非常非常痛苦 激度痛苦 哦 我能做到什么吗 我觉得没有 可是事实上 嗯 你下这个生命交易APP就行了 你听说过吗 诶 没有 这可是个很棒的APP哦 你可以 把你的命用来换钱 哇 而且你还可以买一点 啊 试试看吧 可是 我只有一百块钱啊 啊 真是可惜啊 或许 你可以在APP里面交易一点 顺带一提 啊 这个保险 这个治疗费用保险不算 所以你欠我们一万 啊 天呐 你真的应该试试这个APP的 我或许就应该死 不要这么说嘛 我们需要你的钱吗 毕竟 那么 祝你好运啦 欢迎来到 你可以卖自己的人生对吧 十点命 一百点 这个 啊 低价的时候赶紧大量买进 现在只有一美元 赶紧买吧 啊 高的时候呢 就卖掉一点 你需要一万才能 啊 记住啊 刚刚应该 刚刚应该 直接买的 对吧 刚刚熊市啊 记住 你要死了 所以呢 你不断的在减少自己的生命 那么祝你好运啊 我已经没钱了 快啊 快啊 涨啊 涨啊 实在满腻 完了 被套牢了 Oh no 被套牢了 完了 完了 只能忍痛割肉了 这游戏太真实了 我不想玩下去了 像我这种没有没有金融头脑的人 忍不住寂寞啊 没有办法好好的买到大价格 这总是也太疯狂了吧 谁家的生命大崩潭啊 这个游戏太刺激了 我不敢玩下去了 我们换一个游戏吧 不然瞬间过一会儿 直接飙升价格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对不对 没赚多少 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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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太真实了吧 我是散户啊 刚我应该再大胆的卖的 因为我只卖了75%吗 只能这么卖 我是不是钱够了 刚刚 涨 快涨啊 涨啊 涨我就赢了 不对 我现在直接平仓 我也能赢 但是它再跌的话就不行了 所以我卖 然后付账 还是够坚决 对吧 那么恭喜你了 谢谢 你想要管我的财政 不想 不想 好吧 好的 下一个游戏 这个太切题了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Battle hearts 战斗星 复数 把星拖出来开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上 哇 好难啊 尤其是 它本身快要死亡的时候 其实蛮难那个的 把星给我 给你力量 射速变快了吧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好的 哎呀 说真的 这个 这个 虽然玩的时间非常非常短的 哈哈 但是我觉得 啊 不管是主题上还是什么来着 虽然它本身有一个啊 你的生命同时也是你的攻击什么的 但确实啊 后避的作用也体现出来了 这是一个心脏管理游戏 我的心脏要骤疼了 这太硬核了 这也更适合 触屏一点嘛 啊 之后的难度我觉得不用考虑了 肯定不行啦 我们都100秒过去了 对吧 之前额外死了一次 这 伤了一格血就很不好 我 我已经 Don't feel so good了 对吧 我们还是撤了 可是 为什么你自己不逃呢 最后拥有一颗大心脏 可是只有一颗心脏的时候 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因为一旦拖出去 只能不死于敌手 对吧 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 Banksy先生 也就是猪猪存钱冠先生的旅程 10公斤是怎么回事 鞋 铜制的鞋子 减轻你的重量 20块钱 我现在有钱吗 没钱吗 体重会增加 现在跑这么快 为什么一个钱要一公斤啊 已经满了 已经满了 可以载重更多 25块 我们现在 钱只有这么点啊 所以就只能买这个 对吧 为什么只有15呢 因为你本身有重量吗 之后还有什么 金色的车票 去一个新的田野的车票 好的 一个普通的刷刷刷的小游戏 这意味着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必须找那些比较大的钱 对吧 不然的话 第一个地方都过不了 对吧 是这么个意思 还有一点这个 15公斤就过不了 你看这上面还有价格 对吧 钥匙 钥匙倒是不用 这个 30公斤 挺身 要30公斤才能过得去 这个还挺身的嘛 我觉得挺有想法的 关键是这钱 你得自己数 不然的话 你并不知道有多少 不过这一次我们 拿了几个高费用的之后啊 你看5块钱的之后 应该是够了 虽然就是说 生命和货币这两点 未必是 就是说搭得最起来的吧 但是这个本身的 它的这种玩法 令人觉得 还是蛮有意思的 哎呀 应该先 先放就是 存的数量的 对吧 只是速度的话 不适合 我先来玩一会儿吧 哦 还挺多的嘛 30够了 我们可以走左下了 来走走看 好 宝箱打开 哎 这次没拿钥匙 稍等 而且重量还够 啊 那就意味着 全都拿完的话 下面那个 15公斤的地方 也是能拿完的 这个就很花时间 对吧 要75的话 我们应该是拿不到 只能是拿这个金车票 应该是 现在正好不够 哎 够的吗 居然正好70块了 好吧 猪猪先生的旅途 哇 这么重的吗 要350公斤啊 这一下子就 这个涨了好多啊 突然升级 对吧 一次还是只能买一个东西吗 不先买鞋的话 可能就会重到走不动 对吧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160 好 哎 我觉得这个游戏还 呃呃 这里要被吹 这是什么 这是开关嘛 就是之后还会有一个按钮 什么之类的 25公斤就 哦 25公斤就不行咯 这个只能第一时间去 对吧 走的慢真的挺不爽的 远远够了吗 这个钱不能攒着好气哦 啊 350 400 来 我们先走最左边这里的 25公斤的地方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左边按那个开关的 能和这里有关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来不要急 GG的冒险啊 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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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事 甚至这个都可以拿一下 上 啊 差了吗 我我对自己的体重没有很好的认知 被爱 走了 没错吧 是这个吧 拿了之后传送回去 钥匙不知道在哪里 呃 别走上 什么 哇 好气啊 哦 右下角有一个很重的地方 那么这里应该是钥匙吧 这里要75公斤 我们现在已经够了 是从这里走回来的 啊 好的 我们这一次不用走桥 下一次可以走桥就够了 我觉得那边 有两个 右下角那两个应该挺值钱的 但是其实它每一关是鱼医挺多的吧 我觉得啊 所以还可以吧 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休闲的自己来玩一玩 400 够了 绝对够了 不会不够的 对吧 我就说嘛 好 我们这一回 小心一点 先把钥匙拿了 什么东西都不要碰 也不多嘛 但里面的货币可能很值钱 好 我们先直接到下一个地图 我觉得就不用打下去了 因为每一关走太多的 像他这样需要走很多路的话 意义就不大 那边是350是吧 我够体重了 拿一拿 可以先买这个 750也够了 好的 那么就和之前说的一样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地图就结束这个游戏 好 图也是一样的吗 好吧 那就没有意义了 每次到达新的地方之后 因为货币升值啊 所以像这个移动速度呢 你攒一攒的话就可以晚一点来弄了 对吧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90公斤就会那个 后面还有很大支的金币 它的地图设计应该也没有更多的新要素了 来我们先把这个鞋子买了500块的 肯定够 对吧 好 最后是需要4000块钱 结局 我给大家看一下结局吧 稍后回来 好 现在85公斤这里走过来 然后正好不到90公斤 诶什么 原来是要钥匙了吗 OK好吧 钥匙在哪呢 居然在这个11公斤的地方 也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拿 来 先来拿钥匙 拿好钥匙 接下来呢 是一个金币正好 就是80多公斤了 好 打开 真的重 真的重 已经满了 这些钱应该足够买这个相铺 铺满了 对吧 诶 鞋子是不是少了一个 好的 然后再升一次级 我们再来做最后一次的存钱吧 好的 而且是拿到了这边的100公斤的一个金币 然后我们小心翼 什么东西都不要碰 不对啊 这样的话 这两个就不能拿了 对吧 因为这个90公斤不能碰嘛 那应该是有余裕的 好 然后 这样了之后呢 我们抄到了 一吨之后 下面有一条需要一吨才能走的路啊 我们先来赚赚钱 吃我泰山压顶啦 哦 两千了 那就不管了 不可能有问题的 啊 呜呜呜 好的 啊 啊 哈哈 我还以为你起码画了一张图呢 啊 这也太寂寞了吧 哈哈 好吧 48小时啦 可以接受啦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成为了货币 被这个游戏挥霍砸掉 下一个游戏 好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还有15分钟能活 它是用TIC80的这一个引擎来制作的 20叉叉年 最近很多就是复古的那种 做那种老式机器或者是什么 呃 那个做红白机啊那种类型的嘛 人类已经不再会变老 啊 年龄是预先准备好的 手腕上面能显示时间可以买卖 你的生命是货币 你被打劫了 你是Van Sanderson 你要找到谁偷走你的生命 还有15分钟能活 除非你能找到 那个 罪魁祸首 今天早上起来 发现自己不见了 自己没命了 怎么操作 请问如何操作 X件物品栏 欢迎来到VicVonant 啊 我不应该点任何东西 点的东西到的时候 我的时间就 就已经齐了 我改变主意了 哦 感觉不太妙 我点的东西太多了 我很肚子不舒服 还渴了 站都站不起来 能不能给我个饮料 水啤酒都行 但是不要奶昔 奶昔太饱了 好吧 我来看看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 食物里放了什么 但是 我愿意整个退休的年龄 都在这里 呃 你有没有 见到过可疑的东西啊 唯一可疑的就是 这里的食物太好吃了 随你怎么说吧 不能 能够走的门都是 那个特殊颜色的 对吧 就是这个颜色比较淡的样子 那个玻璃门之前没走 警察 我能帮助你吗 呃 不能 好吧 你需要的话可以说嘛 对 这地图 这地图还挺大 15分钟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这人是谁 健身房 健身 小孩子别这样 我要练习我的 我要举重对吧 举铁 抱歉 达然 他可能会有一个时间 你看之前一些人确实是没有办法交互的 这是我自己家 这边两个人确实没有对 欸 Aso 你有没有 啊 孩子啊 慢一点啊 怎么了 这么急 我没时间浪费了 有人 哎呦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 你当然有时间浪费了 你要学会慢慢享受嘛 对不对 享受人生嘛 如果担心未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享受现在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抱歉 可是我得走 现在的小孩子 根本就不尊重老人 自己的房间应该没事可做 吉尼 我需要你的帮助 有人偷了我的生命 什么 太可怕了 你抱过紧了吗 没时间了 我只有十二分钟了 啊 我需要自己找到凶手 哎 我没见过 希望你尽快找到他 我也希望是 Carmen 哭着 你没事吗 没事 我能帮什么吗 能不能把我的碎了的心重新补好 呃 不能 那就没有了 啊 我不理你了 啊 这个 你有没有遇到过 喂啊 你有没有遇到过可疑的客人 可疑 没有啊 有人偷了我的命 我要找线索 有人偷了你的 你还剩多少 十二分钟 啊 不能帮你啊 我自己时间也不多了 可是 我能给你最后一杯酒 免费的 你获得了一瓶啤酒 如果你要死的话 还不如醉死呢 对不对 啊 喝着醉的时候 谢谢你的乐观啊 很感谢 小偷呢 说不定现在已经出国了呢 但是 你要现实一点 啊 你永远找不到他的啊 你剩余的时间 应该是找不到的 我们来看看吧 然后这酒有毒对吧 瞧 啊 一般我不会这么早见到你在这里啊 我不是来喝酒的 有人偷了我的命 你的什么被偷了 哎呀 你会没事吗 我希望没事了 你有没有见过可疑的人 可疑 没有见过 嗯 之前我在跑腿 有人把他们的护照留在了这里 最后把他放在警察局了 我可能不在的时候错过了什么 抱歉 不能帮忙 希望一切都好 希望一切都好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颗心呢 这不是东西 啤酒 哦 可以可以 咕噜咕噜 好 谢谢你 你救我命了啊 我还有些吃的 我给你一些吧 反正我也吃不了更多了 获得了一个汉堡 下次我点四个汉堡就够了 啊 哎 不能给汉堡吗 似乎不能 那我只能先去警察局了 这个初见应该没机会过的吧 哎 怎么没有对话了 啊 我朋友掉了护照 护照吗 我来看看啊 对 应该是假的 我们正在找那人是谁 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更多 毕竟这是刑事犯罪 好吧 我会让他知道的 啊 还得回去跑腿吗 健身啊 吃个汉堡吧 没有对话呀 还是说 这个需要按其他键 应该不是 这个人难道真的没有对话吗 Apple 什么 你的命被偷了 是啊 我没多少时间了 呃之前在汽车公园里面 停车场里面有可疑的人 不知道和他有没有关系 我会研究的 好 停车场 这人没有 哎 我被偷了 Virenza 我不知道 呃你的生命吗 啊 这虽然很惨 我有自己的问题 呃 我是来 就谈生意的 我的客户随时应该来了 我在卖的东西呢 啊 我找不到了 应该是在路上的时候从我口袋里掉出来了 我们互相帮忙 你找到我要的那个东西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呃 不是否违法的东西啊 只是本书 我是在酒吧看到的 OK 但是书的话就不是护照了 难不成 嗯 我能拿走吗 当然不行 这可是物证啊 你想要物证吗 我知道谁做的 听着 有人偷了我的生命 我还有八分钟 呃 这个 做假的人是我唯一的线索 求求你了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知道是谁假 做的假 嗯 我知道谁想要卖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做的 问题在于 啊 他是我唯一的线索了 虽然这违背了我们的这个 但是我感觉你很很糟糕对吧 好 呃 你也帮我个忙吧 我不能离开桌子 我需要吃的 给我一个汉堡就行 只要的汉堡就行了吗 啊 你反正没时间做其他事吧 有道理 我会给你汉堡的 好的 啊 好 假护照拿到了 嗯 你准备 你知道他关于什么呢 是个秃子 黄色大衣 皮大衣 在停车场里面 啊 他没有告诉我 他的名字 啊 足够了 我会派个人 派人过去的 你赶紧拿线索去吧 啊 不用提希望 一切都还好 这边的线 货币呢 就是背景 对吧 啊 我的客户呢 要用他们的生命 来付钱 如果是他们偷了你的生命 怎么办呢 你的生命 如果是在同一天 和这个交易 啊 被偷了 这个就奇怪了 我虽然不是个好人 可是我觉得这不对 你还剩多少时间 只有六分钟了 你的客户是谁 一个叫德雷克的人 应该是在 啊 健身房的 如果是他偷了你的命 那请拿回去吧 告诉他 我的生命 啊 我的工作呢 是为了别人 创造别人的人生啊 不是结束别人的人生 对啊 给你一段新生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抱歉 你是德雷克吧 你想知道啊 谁知道啊 你不认得我 你偷了我的命吧 你不能证明这 警察已经知道了 我告诉他们了 我死了之后 他们就可以 检测我手臂上的表 里面的数据 就可以 跟踪到这个 传送到谁了 然后就会传送他 那为什么现在不能查呢 他们就会逮捕你了 除非你把命还给我 现在还给我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醒来的 我很抱歉让你失望 那么现在请还给 是菲伦子 对吧 他出卖了我 啊 我要杀了他 别等到 但是他们已经派警官去了吧 啊 我来这里 他们已经把菲伦翠 抓走了 啊 真的结束了吧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了 但是让我问你一件事情吧 你偷了我的生命 想要来换一个假护照 为什么呢 啊 你为什么要离开 你究竟想要逃脱什么 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我 我欠错人钱了 啊 如果我不付钱的话 他们要我付出我的生命 我觉得我可以逃跑 啊 逃到一个他们找不到我的地方 我需要一个假的身份 我需要那个护照 可是得到护照 你就需要更多的生命 啊 等到有人发现你身上发生什么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登上飞机了 可是现在太迟了 我已经没有逃脱的机票了 好吧 我会把你的命还给你的 反正我也不再需要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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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三年七小时十二 不对吧 六十三小时 六十三年七天 对吧 德雷克无限传输给了 他给你的夺走的生命 只是 等等 这比我原先的生命要多 就和我说的一样 我已经不再需要了 如果那些歹徒们抓住我的话 我反正也死了 啊 应该就这么结束了吧 不 不应该这么结束的 你不需要 可是太迟了 他已经死了 啊 你还是回家休息吧 你今天经历了很多 然后回家 你就是那个歹徒 这个意思吗 You win 好的 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Little Baby Blood Bay 小宝宝 雪浆带小宝宝 啊 啊 啊 哦 空格 滋他们一连 他们就变成了 僵尸 可是我快挂了 怎么办 Shift 哦 可以吸僵尸的血 咦 差一点 它说是什么 脐水 咦 好像确实是有的转 要找那些体格大的 为什么对着这个方箭杯 怎么回事 第一关完成 最大冰团数量 做了四个枪师 只做了一关 作为僵尸类游戏的话 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还是中规中矩吧 这个 做雪枪带这个 还是比较可爱 既然是可以统统杀死 我们就来多杀几个 不过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总共四十多个人 走路又慢 又需要多那个 看来毕竟这个 飞僵尸也没有做到这个什么来着 厕所人这么多的嘛 也没有做到可以 有AI 他们会攻击 不会 所以我觉得 可以吧 那么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Cate Wizard 街机厅的法师 教程 杀怪 怪物会掉血 怪物从样也会掉这个强化 但是会掉一条命 掉一格血 鼠标操作 光球会向相反的方向 按住不动的话 就会保留这个对吧 使喷子形状攻击 为什么我感觉冷却反而慢 差点差点 走的 因为他不是实时操控啊 还是 还是要小心 并不是指哪走哪的 他会需要走一走 与之相应的 敌人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来 求强化 我快挂了 不是 我快要 无法 这个就属于什么 就是 只是把生命和强化挂钩了而已 而且因为他本身可以掉落的 所以并没有太 哦 你看 敌人是以强度来出的 我甚至有一种 攻击力确实也有变强 只不过因为新出的敌人也很强 对这个货币这个感觉不重 敌人做了动画 但没有攻击 说不定攻击的怪 现在还没出来 不过这个地图已经快要满了 估计大部分时间用来做音乐了 我们来蹭蹭看看当20有没有新的敌人吧 没有就算了 其实你可以 因为敌方的强度和密度应该是按照你的攻击力来算的 出现了大史莱姆 看看什么样子 啊 没有任何套路 好吧 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Micro Transaction Magies 内构法师 磕金法师 你的基地 请问我如何磕金 啊 怎么操作 请问怎么操作 如何攻击 啊 那我不快聊了嘛 我已经空血开局了 啊 这不成吗 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 既然是空血开局可能就没有办 啊那那从头开始吧 还没死 地精大块头 你别想过来啊 我只有攻击没有机能牌 你是伤不到的 你不会变弃 是不是因为我空血了 所以它的内构的这个要素就没有了 总而言之 凉了 哎 啊 三块钱 复活 OK 速度加快 力量加强 可是 三块钱是我刚刚赚到的吗 我我并没有得到钱的实感啊 还是待会儿反正没钱了 它就会出现啊 请输入信用卡账 这种样 假装出一个 做了一个就是你付钱的这个设计 好的 啊 S个剑去上班 什么 按任意键上班 啊 S个剑 这也太 我赚钱就是为了这样吗 这也太真实了 boss啊 五点之前要做完那一个 要八点九九才能那个吧 对不对 我们一天努力上班工作 然后也不还房贷 也不做什么事情 Sara啊 祝你过得好啊 爱你啊 我赚到钱全都用来磕金了 啊 还不是抽卡的啊 还只是自己玩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法师 对吧 哦 糟糕 复活之后就不够了 你今晚想去看那个球赛吗 比赛吗 哦 还是输了 退出自动算输 这也太不太不那个了吧 啊 那我多赚点钱 我弄个 啊 这个案件精灵 放置一天 你为什么星期二没来啊 这不打游戏了吗 速度加快 诶 还是不到一点九九 我又算错了 打多了磕金手游 至少会下降 不过看起来啊 暂时没有什么星期二次出来 毕竟是做了两个不同的环节啊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新敌人 也有可能你磕金了之后 敌方的密度 诶 是不是真的变多了 磕金之后反而会变得更难打 为了让你不停的 更加多的磕金 这充分告诉了我们 磕金游戏的 资本主义是多么的恶毒 对吧 最后要三星才行嘛 那我再赚点钱吧 你错过了乔纳森的钢琴演出 我估计他一半的时间都坐在这个里面了 就是工作环节的一些对话 对吧 最后你赢了游戏 输了人生 虽然拿到了三星的评价 但还是输 你不会又在工作的时候打游戏了吧 这怎么会呢 一般人做得到吗 不会的 我们怎么可能在上班的时候 摸鱼呢 顶多是查一查攻略 赚一赚钱 然后这样打游戏的时候才能变得更强嘛 对不对 我爱你 可是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了 可是我们现在都在努力工作呀 只要不打开游戏就赢了 而且你做的这个工作 老实说还挺穷的 Walter说 一切都还好吗 我一直都在啊 然后时间到了之后自动game over 你赢了游戏 输了人生 刚刚已经说过一遍了啦 不用再说了 太辛苦了 太痛苦了好吗 这个 我要离婚 我要离婚 已经要离婚了大家 完蛋了 星期一 把你办公室的东西通通 十二 这就没工作 我还没磕金呢 我还没磕金呢 我 恭喜你 认识他 我还没磕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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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磕金呢